他剛關燈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關了 但是燈還沒有按 這個時候業主就可以先出門 突然按了 大家好我是張欣 今天是設計開箱特別篇 之前我在做一些設計開箱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這邊有一些小巧思 那邊有一些小技巧 很希望再分享給各位 因為內容真的很多 所以把它拍成一個特輯 可以一些重點式的整理 讓大家好運用 今天我要介紹我們團隊裡的好夥伴 就是我們的工程的主管 郭明忠 今天這個很完美的案場 就是今天落幕了 背後的工程 就是我們的郭經理 謝謝 中間你突然之間講我好緊張 應該是說 其實我在整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有添加一些 我會把它稱之為新玩具 設計同時 他們把整個身體規劃得很漂亮 可是是圈裡面 如果可以多加一些 可以讓它更好的 我就會想要把它加進去 影片開始之前 請幫我開啟小鈴鐺 然後按下訂閱喔 接著我們就往下看囉 大家好我是小新 我是這個單元的特派員 今天來介紹就是 我們的第一個小巧思 是什麼 一鍵開關 會特別去介紹它是因為 我們一般對一鍵開關 大家對印象中 就是我就是按了 然後它就關了 所以會迫使業主常常要摸黑去找大門 才準備出門 在這邊呢 其實我們去做一個比較大的挑動 是因為是讓它有稍微的延遲 是它剛關燈的時候 我其實已經關了 但是燈還沒有按 這個時候業主就可以先出門 突然按了 趕快打開 等到整個空間按下來的時候 其實業主已經出門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是加分的一種做法 第二個部分是 電視機櫃設計的巧思 機櫃的部分其實裡面我們有 為客人以後設備在使用上 有很重要的 機櫃嘛 它以後散熱作用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會在成板上預留 這樣的一個缺口 是朝後 它可以幫助散熱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設備在穿線 它可以當穿線空使用 你會發現我們的成板上 其實我們每一個邊 都是把它修飾得很漂亮 還有就是說散熱 除了本身櫃子後面的這個散熱以外 我們會在側邊 也會進行做散熱孔的安排 這個案子我在 身在側邊的部分 裡面藏了一個所謂的散熱管道 讓熱空氣它會很上 所以它不會留在櫃子裡 補充一點 其實剛剛呢 我們郭經理在拿這個成板的時候 是很好拿的 因為有一些 它會很緊 這個其實好拿很重要 不然夜主它拿完之後 旁邊又會磨傷 這個其實就會對夜主覺得困擾 對 所以就是說 記得就是大家在做裝修的時候 可以注意這一些小地方 對 這個是小細節 第三點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機櫃的下方 它是一個掃地機器人的空間 那我這邊大概講一下 其實當時 我們在跟屋主討論的時候 因為現在掃地機器人種類很多 因為有的可以掃又可以拖地嘛 它就有分可能你要集成或不集成 因為它的高度是有不一樣的 所以一開始在設定的時候 你要留電源留空間都要去思考 我們跟屋主討論的時候 它其實是使用不集成的方式 所以它高度就不需要留色到這麼多 它其實在裡面就有留了一個插座在裡面 把它融合在機櫃的正下方 其實還有一個跟機櫃有關係的是 把機櫃提高 讓門在開的時候呢 我們腳站著不會去搬到腳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很適合住小機機器人的地方 第四點呢 就是輕薄的承板設計 在家裡呢你想要做一些比較現代啊 比較輕巧的承板設計 然後它也有一些負重的時候 你應該要怎麼做 就以這個承板當手的做法 其實承板它原始構建 它是一個L型 它下面有一解是它的鎖布的地方 材質是什麼 這個是烤漆鋼板 它是烤漆鋼板 它不是木桌的 也不是現在才塞進去 其實它做法是我們做成L型 在一開始隔間在設置的時候 裡面先套一個底板 然後把整個烤漆鋼板鎖布之後 外面的面板再來做補封 封起來的話整個完成面會比較俐落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也會幫助承板的支撐性 所以你不用擔心負重它會掉下來 第五個 我們這邊有裝一台新鋒設備嘛 然後呢 我們又希望它有好看的開關 怎麼做 它就是新鋒機的開關 這不是新鋒機原始配置的開關面板 它是我們後來配合覺得 可以更好用的方式去把它換成國際牌的面板 它很特別是 它雖然這樣可以控制 但是它更好的地方是 它可以拿起來 它有遙控 可以透過遙控器來做開關 然後裡面最讓我覺得很適用的地方是 它是有定時功能的 它可以分為一分鐘十分鐘啊 半個小時甚至一個小時 也可以連續使用 這種開關呢 它普遍都是用在抽風的環境 這邊是廚房 所以有抽油煙 但它其實最典型的地方是 比如說廁所 如果你廁所不是裝暖風機 只是裝一般的抽風機的話 它也可以用來做時間上定時的設定 第六點 我們在家裡呢 做拉門就是為了要眉關嘛 那眉關的時候 就是又想上鎖的時候 又覺得說到底要怎麼上鎖 它才會好看 然後又實用 那我們要怎麼鎖 我把它藏在一個 不特別告訴你 你不會小的 哪裡 就在這裡 喔 來 示範一下 它其實就是一個重疊車 然後藉由 敲敲板的方法 它把它按下去之後 其實 門就打不開了 門就上鎖了 關下去 它就可以連鎖 關下去的時候 等於就是你又可以打開了 對 這個就可以這樣打 對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鎖的時候 一連框太也要鑽動跟破壞嘛 結果這一個就不是 就是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很聰明的方法 第七點呢 我們要講到是 這種特殊玻璃 我們會給予它什麼樣的巧思 玻璃的特性 它如果要做出造型的話 其實只能做單面 所以以長紅玻璃為例的話 就是一面是粗糙面 那一面還是平面 因為這個是廚房空間 廚房裡面是會有油煙沾染 所以呢 我就會把這個玻璃面的凹凸面 放在外面 光亮面放在裡面 讓業主以後在生活上的 清理是比較方便 第八個 在那個馬桶旁邊的 一些機能性運用 我們這邊設置了什麼 它其實就是 除了置物的空間以外 然後就是會有一個 像衛生紙架 這個地方 我們在上洗手間的時候呢 現在時代會有一些3C的東西 它裡面設置了一個插座 所以它也可以在這邊用3C產品 它還是可以正常的去使用 就是這個設置的位置也很重要 如果你往那邊設置的話 很容易 就會常常就會變得不是那麼乾淨 就不會那麼衛生 怕不小心噴到 很容易 而且再進去一點就會 旁邊一定會有垃圾桶 對啊 所以其實對於感覺上是不舒服的 而且你坐在那邊 剛好手是往左前方拿 對 其實就是這個順手 第九點就是淋浴間的防滑怎麼做 我們的做法呢 其實會去刻意把大片的瓷磚 去做夾縱成長條型 第一個它的卸水坡度 也會比較容易掌握 然後再來 因為夾縱成長條型的時候 它的接縫 瓷瓣縫變多 所以它的止滑性相對也會提高 這一間廁所呢 今天它原本會設置一個腫存的位置 因為它剛好的位置是在比較 不是那麼長的漂亮的地方 就在外面一進浴室就會看到 所以把它用的總統 把它更換起來是可以貼地磚的 然後整個看起來 第一個功能不會上枝 然後又不會去損害它的關係 這裡面的話 它是有一個提網 然後會有一個提隆 這個現在的新的建築物 這個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保留 所有的髒東西都可以從這邊去清理 然後這面蓋 面蓋就直接可以蓋上去 用這邊的原磚 對 原磚 然後就直接貼在這上面 然後整個起來就會比較晚 很整體感 第十個呢 我們要講的就是 在淋浴間裡用的這種 放沐浴乳啊 這些的 鑲嵌的洞 怎麼處理是比較好的 其實這個的話 它因為是受水空間 然後你又放玻璃 那我們以前最傳統的方式 就是遇到玻璃就是打矽膠 那時間久就會發霉 然後就使用的人就很痛苦 所以我們後來在這個坎洞裡面 都會用玻璃家具的方式 去做固定 因為周邊都有縫 所以它水不會激著 然後也沒有吸力供 不會擔心發霉的困擾 調整成這樣的做法之後 其實業主普遍的好評都還不錯 因為業主也會覺得 它終於不用再擔心有地方發霉 第十一個就是門的小巧思 單單從門來看的話 可能會找不到 欸 怎麼這個門沒有門檔 這款呢 我們是把它設定成上檔式的 所以它門關起來的時候 它會隱藏起來 那其實它打開的時候 它會限制你的開口 它其實就是一個門檔 門檔它的種類呢 除了這個也會 最常見的其實就是 門的最下面會有一支棒子 或是吸鐵式會坐在牆壁上 這個都是比較通俗一般的做法 那會用到上常識的原因呢 一般會有兩種 一個是它的下面 它的背牆是空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鎖顧 它就會用上檔式 然後我們這一個案子呢 其實是為了畫面 當你門關起來的時候 整個門是乾淨的 畫面是漂亮的 所以它 堅固了美觀 使用也放進來了 但是成本呢 喔 這個成本 就會比較高很多 因為它本身 除了五金本身的價位 就比較高以外 它還有一些木工的 一些師做配合方式 所以它不是只有材料 它還有工的部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我們在門的部分 我們還會做一個小機關 我們的門呢 都會有一個所謂的下降條 下降條它是這樣子 當你門打開的時候呢 它會收起來 然後當你門關上的時候呢 它會放下來 下降條它一個 最大的功用點是 當我們在房間裡面 是有空調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類似 氣密性 然後再來一個 也是關乎到 我們居住品質 睡眠品質 是你因為下面的門縫 被減少了 所以相對應的 聲音上的干擾也會降低 這個是我們 每一場房間們一定會做的 我們這邊的化妝區 保養區 燈光是怎麼做呢 我們這一區的化妝燈 是可以把它設在化妝空間的兩側 開燈給大家 它的光源是從兩側放光出來 也就是說 你在坐在這個位置化妝的人 它會比較舒服是 如果光是從正面打出來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是刺眼的 然後相對你在化妝的時候 就會受到干擾 光線從左右兩側打出來的時候 你不會有直視的光線在眼睛裡面 就會覺得 欸 不會那麼的難受 所以這個其實是 對化妝座使用的人 一種體貼的做法 在燈條的鑲嵌 因為它的大小很細緻 所以就是說 它清脹的空間很少 所以它整個看的就很精緻 而且完全已經有靠 以上跟大家分享 我來介紹我們公司 多才多藝的郭經理 我說他能聞人舞 就真的是這樣 你看 這是他手繪的漫畫 其實我起先 真的不知道他會畫畫 有一次我不小心發現了 就是好像佔了一個筆記本吧 我想哇天啊 你有這等才藝 果真就是在 張欣的團隊裡 大家真的都會手繪 這就是他畫的啊 他畫的男女模組 真的很像欸 你是不是排了很多 很多人都要叫你畫 我排在第幾個 我現在有點 不好排 下一個就是你 下一個就是你 我插隊 今天的新單元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掰掰 我好像提倡就是什麼事情 都要在馬桶上做的概念 所以我們 我們在 給馬桶的一些設置空間 會越來越近